我們比較年輕的時候 去夜店跳舞啊 我從來不跟你聊他的感情喔 我也不會問 他只跟你聊他媽媽 拿Coupon的事情 還有他爸爸 行醫的一些狀況 所以他是一個很正直的人 很正直 你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起碼就跟一個美國人 在一起就好了 那個已經... 已經開始遠距離了 因為他比我... 他比我... 大 對 但他現在畢業了 他就跑到別州去了嗎 他跑去北國 北國 對 他比你大幾歲 就一...一歲啊 一歲... 一歲還好好不好 對啊 所以就有一年的差距啊 就是說那一年 你就沒有辦法在同一個國家了 對啊 然後之後也是 是你... 你現在講的這個人 就是你一直寫歌給他的那個嗎 嗯 就是姓白的那個 嗯 對 所以後來又是一個遠距離的喔 後來... 後來... 變成我... 就是飛來飛去啦 那你就不應該再有遠距離的啦 你就應該要... 飛來飛去怎麼會不遠距離 就聘他為助理 就會一直在旁邊 嗯 嗯 說起來很簡單 沒辦法喔 嗯 所以你目前人生中 纏你纏最緊的 就是陳建舟嗎 是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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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陳建舟愛他啊 真的愛他啊 你知道陳建舟愛他嗎 知道啊 因為陳建舟都會把他帶... 我們是哥們啊 帶去給每個人介紹說 這是立宏 對 我們就必須要跟王立宏打招呼 我們想... 他覺得王立宏是他生的 像王立宏 那個金曲獎有沒有 立宏不是在現場自彈自唱嗎 對... 然後陳建舟那天也從頭做到尾 我覺得他滿閒的 然後王立宏... 他也主持啊 對 他也主持啦 反正王立宏一表演完喔 鏡頭就剛好攀到陳建舟 對啊 他在同一秒這樣站起來這樣 然後... 我剛剛是喜歡球教練 我趕快贏的時候 他好像眼眶都泛淚 泛淚 但是我看到他打球的時候 我也會很驕傲的 你也會泛淚嗎 會,會驕傲啊 對啊,其實我上次看到他的球隊 也是表現得... 上次我們也有被拍到 就是去看球啊 然後那一場真的很精采很精采 對 前面就輸了二十幾分 然後最後就慢慢爬起來 然後最後贏了 在上次的時候 那個也是很震撼 對 我也是眼淚都快噴出來了 對 所以不只是他單方面迷戀你嗎 對...雖然他沒有上場 什麼東西啊 好厲害 剛...我剛回台灣的時候 就認識他們這兩個傢伙 為什麼 那個時候也... 因為應該也是他已經... 他算是前輩 那時候是情敵貝多芬的時候 然後就後面一點才認識 然後怎麼認識 可是那個時候以你的地位 應該沒辦法接近他啊 唉唷 我們今天屏除私生活的貴氣 我就說我在演藝圈 至少我那時候也是已經... 要訪問大人物 我已經是紅了 我可以跟他平起平 所以就你是哪位 我們是私底下長哪位 私底下 為什麼 因為打籃球的關係嗎 他有曾經跟我們去 想要去跟學弟打球 有...他有出去 我們比較年輕的時候 去夜店跳舞啊 所以他有跟你聊過他的 歷任感情中的某一任 他不講 我不會主動問 可是如果你真的看了報紙 譬如說他跟誰...怎麼樣 你敢問說你跟他是不是 真的在一起 那從來沒有問 我從來沒問 這十年我從來不問 問了會怎麼樣 就因為他不講 他很尊重 對 私生活這事情真的是 你怎麼知道他不講 沒有 他個性就是他... 他不講我就也不會問 他想講自己會跟你說的 對 所以立宏從來不跟你聊他的感情 我也不會問 他只跟你聊他媽媽 拿Coupon的事情 還有他爸爸 行醫的一些狀況 所以他是一個很正直的人 很正直 他很保護自己感情那一塊 他...我覺得他跟他 我跟他交往 我是說這種 我有跟他聊過這個 我說跟你交往一定會非常辛苦 因為他心裡面一直有那個 把音樂啊 還有工作放在很前面 然後因為他飛來飛去嘛 我說如果你要真的 交到一個女朋友的話 其實對方要很了解你的工作 類似我只剪到這裡 他有問過我們啊 他自己問我們說 你們覺得我什麼時候會結婚啊 然後我們就講一個 我覺得對 他要找到這個...這個老婆 很難我覺得 所以你們怎麼回答 我說幾歲 他說你說多久 我是說五年吧 我認為他應該不會結婚 現階段 就這幾年了 他有表達過他不想結嗎 也沒有 但是我覺得他... 我認為啦 他可能很難結婚 為什麼 因為就太愛音樂了 愛音樂很多人都結啦 可是他就會... 他做音樂的時候是會封閉自己 然後那時候你打電話給他 他都完全不接 真的嗎 其實在談戀愛的時候也是 反正他是完全不接 然後 你打去他不接 可能女朋友打去他就接啦 這我是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隔了差不多 一兩個禮拜以後 他突然出現 但他是滿臉落腮虎 沒錯 還有那雙沙烏鏡的沙烏鏡 真的 就是預購的贈品 就是這個鑰匙 就會配合第一波主打歌叫做 柴米油鹽醬出場 是徐若萱寫的詞嗎 是 所以徐若萱也有鑰匙嗎 也有鑰匙 徐若萱應該內把是真的吧 可以打開你家的 沒有 還沒有打 也都沒打 徐若萱你應該有愛過他吧 他完全是比賽喔 大家要做嗎 看人家這樣子 要不要站一下 因為徐若萱 以我對你的了解 他是你喜歡的類型 是嗎 是 妳這個多了解 要我講說 你以前喜歡的類型有哪些嗎 上上那個... 有沒有... 他好會作詞 所以王瞳 你當時看到 我就覺得被設計了 沒有 那個真的是 我們自己衝上去的 因為我覺得 是被康熙來了設計了 沒有... 當下就變成康熙來了節目 我們沒有拍喔 因為你們太有那個風格了 你們太有默契了 你們兩個人 而且打扮都已經是 很設定了 就變成一個特別節目 十分鐘的特別單元 對 所以你當時有很火大嗎 我只是在想說怎麼去 化解 怎麼去跟你們的互動 對 因為不知道 會丟什麼東西過來 可是我們丟的東西 是你可以接受的嗎 有些是接不住的 有些接不住 陳建築 你到哪個時刻 覺得完蛋了 就是你們請另外一位 女孩上台的時候 女孩... 不是女孩 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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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你們請男孩上來 我才立刻把他拉下去 沒有...我們沒有請男孩上台 有差一點 那個男孩是坐我旁邊 是嗎 沒有 范范我們是請女孩 我們先請May上去 他們倆就很大方的在台上這一段 對... 知道 如果不是我們 你們就沒有這張照片耶 對啊 這多值得紀念啊 這... 然後把他畫也好像是 范范衝上台想要化解 因為May很大方 她很大方 May就殺上來 她也很大方 她也大大方方啊 沒有 力宏有尷尬在臉上 可是阿May完全是 沒有啊 她本來就是王炯炯啊 王炯炯 但是問她是王炯炯 我本來就有尷尬在臉上 那是天生的長相就尷尬 沒有 但我後來看到照片啊 或什麼 我真的覺得很配 這塊自己長出來的 而且他們最後有擁抱耶 有沒有 其實...我們... 其實尷尬... 尷尬不是這一塊啦 我真的... 對啊 對啊 我覺得我們兩個在... 很自然 在台上不會... 那哪一塊尷尬 不... 就是旁邊這麼多人 然後不知道會有什麼樣子的 問題丟出來 沒有喔 對... 我就問說 她是沒有黑暗面的人嗎 我覺得她有 妳想像中那黑暗是什麼 我要想一下 我最接近她黑暗面的一次 只有... 有一次演唱會結束後 然後在酒店聽她聊一些 有趣的對音樂 酒店是飯店 是住的地方 住的地方 你知道 對 是... 字面上要講清楚 對... 旅館那種酒店 然後... 就她當時喝... 一邊喝酒一邊講話 比較放鬆一點 所以喝了酒是TEMPO對 然後比較有個性 然後妳會講一些髒話什麼的 對... 那個有嗎 有 有 可是那不是黑暗面嗎 那只是有人味 是我們一起對不對 那次沒有妳 另外一次她跑去妳們那邊玩 那次妳們幾個姐妹那邊的 她的黑暗面是比如說 我們姐妹在喝酒 她就會加入 然後就開始擺出那種好像是 很街頭的樣子 到底去髒話 可是比較人味一點 沒有嗎 比較人味 也是怪 她是一個... 也是怪 她怪是怪的 比如說她加入我們聊天 可是她聊天的話題是 你們都睡不好喔 我跟你講 我有這個程式 然後就按下去 就是有一個催眠大師在那邊講 When I count to five 對 有一個人知道特別奇怪 我覺得那是拍攝界的時候 OK 她那個... 她不用3C產品的感覺 然後她不願意接電話 不願意跟人家接觸 然後感覺很崩潰 她跟我講 她有一場殺人的戲 她拍了一個多禮拜 然後她說她不只她很難過 她說李安拍到到旁邊會大哭 因為他們太投入在社界那個情緒 我記得花了很久時間 她才慢慢回到音樂的世界 很久 對 因為她有一場戲 是不是 就是你們在殺一個... 殺人那場戲 其實整部電影 因為我們都完全百分之一百都... 都投入在那個抗戰... 抗戰的戲 那個戲很沉重 對 好沉重 對 那九個月的時間呢 九個月所有人都是沒有笑容的 就好像在一個戰爭... 戰亂的時候 可是你真實的人生 你覺得你會去很討厭一個人嗎 就是另外一題嗎 另外一題 OK 對 不是因為畢業 因為... 因為社界已經就是比較 前面的電影了 我要先講Over 因為陳念祖就很賤 你給我提這麼嚴重 你們講黑暗面 我真的... 我同意 我很感謝這個資訊 我覺得很棒 謝謝 對 還有要補充的嗎 跟我的功能... 那一件事我沒有聊過